这边需要有从中国那边招人来吗 我们像那个小杨他们都全部都放了 像我帮我同学过来签证他们全部给他放 办好了然后到这边 那如果说国内我们到时候有可能有观众会问说 需要招人他们是专业的人才 对一般我们这边会需要 会需要 因为因为现在在这外面 如果比如招一些比较专业的不好招 不好招 那需要什么样的呢 要不说一说 像我这样子大概一般需要稍微懂一些 比如说程序开发的会好一点 程序开发的 很难找 而且像我们做烧音系统 这方面一般会需要一些像待会 待会对待会的语言会比较好 因为它开发比较快 然后比如对程序维护 像一些数据库类的这些 比较不太好找 不像比如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像西家家的或者卫币的什么加瓦的那些比较好找 那待遇的话呢 这个方便吗 待遇国内目前来说应该不太容易过来 因为比如说我们一年可能可能基本工资10万人民币 10万人民币 然后包吃住 然后其他的另外说 但是国内的人家现在也很好 一般也会赚到这个钱 也会赚到这个钱 那一般要求合同过来会多久 四年我们会给他办四年 四年 四年 但是如果起码做两年是OK的 做两年是OK的 没有很强要求 比如说我像我小孩 我随便你 你给我做一年以上就好了 他这个小孩子很快 一般也没有很具体的要求 到时候可以反正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因为为什么 这个做下来 员工也觉得你老板觉得OK的 他愿意留 是吧 那我们也一样 所以老板跟员工其实是一样的 你觉得跟我做的比较舒服 就愿意做 如果比如说你做的不好 我们也觉得好像 大家不开心 也不愿意留了 就这样子 其实都差不多 都相互选择 双方选择 那会不会有说 店铺有用到那个当地人 有几个黑人 有当地有黑人 他们也会过来上班吗 像我有用本地的 也有用像马拉维纳 马拉维纳工他主要是 像这招边国家他比较勤劳 但是主要是他的教育程度比较低 那本地的会高一点 那会教的会吗 像刚才他回去 刚才给我要是那个黑工 他是那个本地 本地的他就跟我有八年 八年了 做了八年 但是本地员工有个弊端 不好的地方 他比如说他给你做做做做 做两三个月 他不干了又找了 然后找到他钱花完了 他又回来 然后就八年他就 就早早去去找 有时候被我赶找了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是做店的 是经常要加班 他不习惯 你中国人要加班 他黑人他我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他不愿意加班 有时候 那我们有时候又急 人家东西 比如说人家撞到一半 客人撞到一半 你说我不敢 那 有时候也会生气的 我们那边人 因为我们你知道 我们互建人 真的比较吃苦 比如说我们都是加班族 吞消族 吞消族 真的真的 那有的人外地的也不一定 内地的他也不一定会这么辛苦 那 那这样子黑人就不行 那现在习惯了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习惯了 磨合了几次 我给他待遇会高一点 他也没地方找到这个工资 我说你一个一个月 你可以请假 比如说四天五天 你提早跟我说 没问题 我不靠你工资 但是你不能比如说 今天就给我矿工了 不来 那我都安排好了 车子货都装好了 他不来 因为他要开车嘛 他要开车 要出去 那个 所以他不来了 我们全部都停下来 就不能做 是这样子 确实是挺麻烦这样 那如果没开车 普通员工是没有办事 但是我们因为自己 那难得有碰到 请当地员工的 当地主要没有那么请快 比较麻烦 而且他比如说 刚一年呢 他可能剩下几万块钱 他没开车 全部吃 吃住我的嘛 如果他跑一年下来 他会剩几万 是吧 他比如说 我一个月给他 现在工资是 基本工资六千嘛 账金也会给一点 一年可能给个几千块 一万块钱 然后他都没开了 他六 他一个月六千块 一年六万块 他都在 六万块他要休息一两年了 他六万块要把钱花掉 以前就这样子 以前有个盘子 那个洪转的黑工跟我干 干了一年多 快两年 他非常勤劳 他认劳了 然后他就不干了 怎么叫就不干了 我说我给你加工资 也不干了 享受了 他自己就 就做 那现在找不回来 他說幫忙隨便教 比如說你今天要 我們虎磚店 虎磚店經常要上來打貨 鄉下打貨 那打貨叫他肯定都會來 上班他不來 我說你也掙不到這工資 我給他五六千工資 他一般才三千塊 給他本利才三千塊 我說我花了一倍 他也不願意出 因為他有錢 他一年多可能有剩個 藍特剩個十萬就很多 就完嗎 不上班 因為他們 白了你知道他又越討沒越危 所以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在這邊 開去弄 很好賺錢 高利貸是百分之三十 你想一下百分之三十 一百塊加三十塊 你還的時候還三十塊 那什麼概念 現在開的蠻利的 是中國的 太合法了 在這邊是合法又正 我們如果中國當然不合法 太高了 都很好 生意每家都很好 都很好 現在開連鎖 一個老闆連鎖店開到九十幾家 一個老闆 就是用cash loan 也是我們那邊 普天的好像 開最多一家就是普天 好像是 九十幾家 那一般我們那裡還有一個人是開四十幾家 四十幾家有兩三個人開 你想一下 很好賺 那這個利息高啊 你想百分之三十啊 但是應該有壞賺挺多的 也會百分五百分十可能 要不回來 它是主要是 它有兩個 一個是百分之二十五 二十五是老人金 就是退休的 它比較穩定 因為它錢要花掉 每個都要花掉 然後它國家給它分 一個有可能有兩千塊左右 應該有 兩三千塊 但有的更高 是這樣子 比較好轉 然後 現在的話 它政策有變化 所以現在中國人很多都開虧掉了 因為為什麼它把那個改革 老人金改革 退休金改革 就是 呃 全部換卡 換成那個 Postor Office 就是有電局的卡 那你換卡過去 你就卡 這個檔案裡面 錢拿不忙 就是 這個卡裡面就沒有錢 就報匯掉了 那報匯掉了 比如說 F&B銀行的 然後它換成 有電局的 Postor Office 卡的 然後這個F&B銀行的卡 這張卡就沒有用 銀行卡沒用 那你這張帳號沒用 那你這張帳號沒用 他原先用這個帳號給你貸款 那在這邊就沒有錢 他就 沒有 就要不回來 有的一個月 像是我這邊一個朋友 一個月就虧了一百多 他換太多 換太多出去 所以就 高風險高回報 高風險高回報 那出現這種系統 系統轉換的事情也是難得 他本來有一個 他因為本地有個 有個那個叫什麼 他們 因為他本身有個 資訊機構 應該像資訊 叫評審 比如說你可以 還問到資訊機構 然後 他會提供一個 比如說 他在哪個工資上班 工資多少 然後而且他還可以自動給他 比如說 每個月靠錢回來 通過他帳號靠錢回來 但是他主要是不給你承擔任何責任 你如果比如說 比如說你要不回來 他也不管 那你就要不回來 這樣子 所以比較麻煩 那這個 他們這個有用嗎 比如說在哪裡上班 哪裡工作 有用嗎 除非說直接扣款 那確實比較有用 他是直接扣款 直接銀行扣 但是他扣不回來 他就沒辦法 對 比如說你卡換掉 銀行卡換了 這種出現大系統轉換了 對對對 也比較難得 比較實際 這邊有什麼看要了解的 沒有 沒有 那不我們聊一下 對 聊天 不是 去醫院嗎 不是 要去嗎 要去 不知道他因為 我們說一下這個車 這邊這個 這個車子 這邊買車什麼情況 這邊現在一般 以前一般都現金 大家 直接出現金 對對對 現在的話 而且以前一般買二勺車 比較多 現在的話 他很多中國人就 貸款比較多 中國銀行帶利息也比較低 就有這邊的愛迪身份 就可以貸款 一般 你如果 工作簽時間比較久 比如有一兩年 也能帶 也能帶 現在又覺得很鬆 那利息會很低嗎 利息的話不一定 不同銀行 像一些那個 這邊 不同銀行 他可能不一樣 比如說F&B 如果你自己去帶 他可能現在比較低 大概 九里多 九里多 九里多這樣子 就 就不高了 就不高了嗎 不高 就利多 有的也要一點幾 比如說大概 一分二 一分三 現在今天我一個同村的 帶的一部是 一分二幾 一分二 那要首付要多少 少戶也可以談 也可以不少戶 看你比如說你如果 一般如果不少戶六年 他銀行最好你不少戶 然後六年 他利息賺得多 那一般中國人不願意做 零首付 零首付 那一般他們都要求四年 中國人又四年 比較好 四年然後少戶 少戶一些利息 啊 可以零首付 那個百分 對對 這個車是多少錢 像這個車 現在大概 現在會貴的 現在大概要 要六十七萬 六十七萬 六十七萬 我前幾個月 我這部分才五十九萬 會便宜 現在占很多 因為匯率可能問題 有影響 匯率問題 有影響 這幾個月都在變嗎 匯率 對現在 現在匯率很差 才四毛四 四毛四左右 那幾個月之前呢 我覺得可能快一年 當時的話大概 當時也差不多 四毛七八 四毛七八 那還是有差 跌了百分之十 快 所以他 但是他這個可能 跟其他美元 關係比較大 跟美金 他這個應該不是 從我們中國過去的 或者是 對 德國 德國過來 德國直接進口 從澳洲 這邊有生產線嗎 沒有 哪會 好像 好像都沒有 都沒有生產 有個印度的 好像在這組裝 印度裡面是塔塔 我不清楚 反正奔馳 寶馬奧迪 在這邊有生產線 有生產線 對 其他的不清楚 哦對 早上那個 我記得有個 有個印度 印度好像是不是塔塔那個牌子 啊 這邊有個組裝 也沒有本地生產 嗯 所有都是進口 那原裝的更好 原裝進口更好 對對對 那車子這邊還是便宜 嗯 然後又能零首付 對 確實便宜 都有人在辦 好 那我們出發 我們要拍一個拉底 什麼叫黃金城 這個遺址是 那個 是黃金城的採礦廠 採礦廠 但是現在不採了 因為他弟弟啊 埋得太深了 開展成本是比較高 嗯 然後就不採 我們在這裡 在外面拍一看 然後然後就見了這麼 對 然後就黃金城 就是騷登桑集團 就和凱撒 就和黃宮集團 啊 那個 那這樣拍吧 然後這邊為什麼這麼多鳥叫啊 因為他環境好啊 環境好沒有污染 看到那邊是 晚霞 晚霞對著藍天 那還有個摩天輪 啊這邊是以什麼為主 黃金城 以賭場為主 以賭場為主 對 然後其他配套也都有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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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走吧 這剛才說還沒說完 那邊那個 那個 是兩個 什麼什麼 聯合投資 這邊原來的住址是黃金野鏈廠 黃金採訪廠 那野鏈中心就是原來我們在那邊 剛才路上經過的那個地方 現在已經拆掉了 嗯 它是野鏈廠 這邊是採訪廠 然後採訪廠 它有了 廢棄了之後 然後由燒輪上去 來我們是建設的賭場 以及 遊樂 遊樂 旅行 那邊的火車輪就去了 哦 遊樂的就是 好 那我們現在是去了 這裡去賭場 嗯 那